哈喽大家假日午安 下午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呢 是Nissan Tiana J31 這台的是2.0引擎 然後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是前面的上座 引擎室打開呢 就能夠調整軟硬 J31 哈喽小豬午安 前面的話我剛剛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體驗到的J31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200場8公斤 這200場8公斤 那預計等一下的側高 原廠大概30多 前面的話 那等一下預計大概2.0 這次前腳的一些細節 前面的話呢 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孔 所以離載串的話 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油管固定位置,油管固定膠跟油管固定架都是跟原厂的位置一样 小猪,谢谢你 这是ABS感应线的固定扣具 J31的ABS感应扣具有两个固定点 第一个在边器的后方,第二个是在边器的侧面 所以这些固定点都是跟原厂的位置一样 前面的话是统身可调,所以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 所以调高跟调低的整体的乘坐感觉是差不了多少的 这是前面的部分 里面的主力油一样是用IP的主力油油风 是用日本NOK的油风 上座的部分呢,不用拆原厂的来使用 上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J31的车呢 前面的上座跟后面的上座KT都有附 而且前面的这个上座呢,里面有一个轴层 这一颗轴层是日本KOYO的轴层 车主也改了爱马隆的电瓶 后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改装 这个是Q50的原厂旅圈 2155-17 这个旅圈很漂亮 这是后面的部分 后面的J31的悬吊系统 它是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悬吊 那这个调整机构呢,是放在上方 本来上方有一个原厂的上橡皮 但这个上橡皮需要把它拆掉 那后面的话预计大概2指幅左右 预计大概2指幅左右 后面的弹簧公斤数是配置210厂8公斤 这个是后面的弹簧 这个是TNR J31后面的弹簧 所以我们需要把上面弹簧上方的这个座 本来是长这样的在上方 我们需要把这个座呢 把它拿下来 这个技师在安装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看了这段影片之后就能够清楚了 所以需要把这个上座 不论是FX35 还有350Z 后悬吊这里的局部结构 都是一样的 所以需要把这个结构 刚刚那个橡皮 把它拿掉 然后再装上Kiri的Hilo Key 那下橡皮的部分 它的下劲很大 下橡皮的部分是沿用 沿用原厂的下橡皮 后面上座的部分的话 在这里也都有附上座 这台车唯一只有一点点小小 不方便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上面阻尼调整 就非得要拆下来不可 我们也有办法坐在外面 但是这台车呢 你看它的行程本来就不长 所以要在牺牲空间 做可调机构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整体的舒适感 所以这台车呢 后面调整 就非得要把它调下来 把它拆下来 或者是在在测试里面呢 的内孔 做钻孔的动作 然后才可以做调整 这个是Piena J31的后悬吊系统 在J32改款之后 它的桶身固定位置 就不是在这里 下一代的J32呢 它的走长行程 所以避电器的长度 作动长度就长很多 固定位置是在大概这个地方 所以J31跟J32的后悬吊 算是改变的幅度还蛮大的 但这个组结构是没有改变的 这里的地方 这里局部位置 这台车定位的角度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CAMBER 跟头鹰都能够做微调 都能够做微调 这个 后面这里 可以做角度 这个地方 这是后面的调整机构啊 调整侧高的时候 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桶身的桶身的长短 是在下方 在这里 这是Tienna J31 2.0 好,我们准备要上台了 这个大陆版 我们所使用的主泥油 是IP的主泥油 IP的主泥油是 意大利一整桶进口的 并不是授权在台湾在做混装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品质 稳定度算是还蛮相当的不错 有风的话呢 是用日本OK 那上座轴层 刚刚介绍过 是KOYO的轴层 现在要装好了 要准备要上台 这个车漆的状况很漂亮 你先记着 等下四颗再一起打 我等下就直播完毕 就打了 不然太吵了 看一下这台 这台车漆状况很漂亮 车漆固的很棒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它安全调 这里有一个偏心螺丝 这里有一个偏心螺丝 这个能做角度 然后这里还有一颗偏心螺丝 所以它的下直臂结构呢 变成了 琴角 还有竖角都能够做调整 这台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外挂单器瓶 因为瓶身好像找不到地方可以固定 这个就是弹簧下背座 下直臂在这里 好 因为这台安装的时间还蛮短的 所以我们很快就安装 我们来看一下它原厂的避震器 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上座机构呢 我们就都不必再使用 就我们KT就都有附 那就是后面的筒心 那就是KYB黑筒 后面的弹簧 2.0的弹簧 2.0的弹簧 所以上面的 它是有三个 三个铁片 把它的 那个上橡皮把它框住 所以这个 弹簧上方的上橡皮 需要一定要拿掉 因为我们很 看到国外的品牌 跟 有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设计 可是 既是把调整机构都装错遍 所以这台车呢 调整机构呢 是要装在上方的 好 OK 那这个安装差不多告一段落 所以我们等一下 就要把车子降下来之后 就要试车了 所以今天的 直播 大概稍微 比较短一点 因为安装完毕了 那如果对J31的 车款 有 价格 或者是 便宜器的疑问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